环球网9月21日发表文章说 印度斯坦时报当天报道称 近几个月来 中印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 印度国内出现全面抵制中国产品的生硬 不过连这家印度媒体都表示 完全抵制中国日用品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报道称 中印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 导致印度国内出现全面抵制中国产品的生硬 此外呼吁减少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 增加使用印度制造产品的呼声 也有所增多 而印度也已经展开实际行动 在过去的近三个月 印度政府已经累计禁用了224款中国APP 其中就包括TikTok 美图秀秀 微信 绝地求生等热门应用 不过 报道接着援引一项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分析称 完全抵制中国日用品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印度政府的数据显示 对华进口在2017-2018年度达到768亿美元的高点后 在过去两年中 仅下降了14.5% 报道称 即使在进口减少的情况下 印度大多数日常家具用品仍然主要从中国进口 比如印度的鞋类 家具制品等 50%以上都来自中国 除了日用品以外 报道进一步表示 虽然要求减少从中国进口的呼声 已经导致近两年印度减少从中国的进口 但在此期间 印度某些产品的对华进口增长超过了100% 比如在手机和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电池中使用的锂离子等 进口数据显示 印度80%以上的锂离子需求从中国购买 报道称 鉴于疫情后 印度家庭越来越多的使用移动设备和便携式设备 除非印度制造商找到替代来源 否则从中国进口此类产品仍将会增加 数据还表明 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的呼吁 将导致供应中断 并增加当地市场的成本 那么今年以来 印方在中印边界西段 已经多次违反双方的协定和重要的共识 单方面无力改变现状 迫害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导致了边境地区的局势紧张 这个责任毫无疑问完全在印方 那么中方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防止事态不断地扩大 华春莹表示 中方敦促印方 务必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行动 立即撤回所有非法越线人员 立即停止任何导致局势紧张和复杂化的举动